fifteen 在一起三年多 2年半 到至起喔 5月中 第1次在 那個居酒屋 對 對 第一次吃飯的地 第1一下 觉得说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比较像男生 憨憨的啊 他讲的笑话我都笑不出来 而且不好笑 后续慢慢的认识就 比较像女生一点 第一印象 这个女婿啊 李东成啊 她是我女儿身上没有的优点 就是说 长得也蛮正的啦 讲话对人家也很客气 那个又很乖巧 就是又很单纯 单纯两个字 虽然是只有单纯两个字 但中间所包含的她的善良 她的这个 她的礼貌 那个 她的教养 坦白讲 我们是非常放心的 第一次约会 看电影吧 我最喜欢 白色跟黑色 她最喜欢绿色 她最喜欢吃牛肉饭 卖刀 我最喜欢烧烤 烧烤 最迷人哦 笑的时候开心的时候 念书的时候 蛮可爱的 很可爱 比较外向 对 很喜欢聊天 什么人都可以聊 不管是她的同事 还是我同事 家人也一样 好好先生 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好好先生 然后很孝顺 我觉得她最像 安静的老虎 我常常开玩笑 她决战星球的星星啊 或者是跟哥吉拉 来心动她 她平常很安静 可是有的时候讲话 有点强 她声音很大声 然后动作也比较 好放一点 希望两个一起努力打拼啊 我希望有一个 一个让人家羡慕的家 谢谢她啦 选择我啦 然后愿意跟我一起走 未来的这一段路啊 对 谢谢 50年以后 应该也是叉叉闹闹吧 我觉得 她应该 看起来会跟她妈一样 然后我 我应该 因为她 她有在跟我讲啊 我跟我爸蛮像的 所以50年以后 应该 我应该看起来跟我爸一样 我觉得50年以后呢 就还是希望她能够跟我一起 走走看看 看东看西这样 因为她不喜欢到处 她不喜欢出国 我很喜欢啊 然后 台湾的话好像玩的 都差不多 所以还好 然后 我希望50年以后 还是一起出去玩 东看西看这样 就是要互相包容 愿意为对方 牺牲一些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觉得爱就是互相照顾 然后 互相陪伴 幸福 幸福当然就是 每天要过得开心啊 幸福啊 然后 我觉得健康啊 幸福是健康 然后 你爱的人 都还可以 都在你的身边 然后 你可以 可以 常常跟他们说话 讲话 互动 就是你想见到他 就可以见到他 这就是幸福 嗯 很简单 希望他们 吵架可以比较少一点 可以 家庭和乐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即将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就是一起努力 然后 每天 开心过日子 嗯 什么事都是小事 开开心心的最重要 希望他们能 甜甜蜜蜜 然后 夫妻相处之间 就是 互相包容 就是 祝福他 婚姻幸福 快乐 我们是一辈子 永远永远的好朋友 也是好姐妹 坦白讲 新年找到他 也是他的福气啊 嗯 我们两个都没有儿子 绝对绝对的 把他当着自己的儿子 这样子 去疼 去照顾 去 互相的友善 谢谢 我爸妈 对啊 对我 这一路来的 照顾跟抚养啊 啊 至于欣恩的爸妈就是 以后也是会 一起去 照顾 两边的老人家这样子 那 欣恩 这部分 我也是要多担待 就想他爸爸讲大 哈哈 哈哈 对啊 我很感谢 嗯 我的爸妈 照顾我 这么大 然后 我希望他们活到 至少一百岁 不然我会很贪愧 因为我很后面才懂得 孝顺 然后 很谢谢 对方的爸爸妈妈也接纳我 谢谢 谢谢 新安 爸爸会想到心肝命胎 你是爸爸妈妈 永远的心肝宝贝 新安 爸爸爱你 嘿嘿嘿嘿 新安 爸爸祝福你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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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